而面对这波的民怨到底 马总统怎么讲呢 他出访非洲12天都不在台湾 今天早上一回国 马上下午就以党主席的身份 主持国民党中常会 讨论到的就是油电价合理化的问题 那么面对油电双涨之后的民怨四起 马总统提出了解决之道 就是说呢 要到社会上寻找省油跟省电的达人 他还态度强硬的说 油电涨价引发民怨 是因为民众不够理性 不了解问题 回到台湾不到四小时 马总统随即到国民党主持中常会 讨论油电价格合理化 但将近一小时没有新说法 倒是这个点子很跳通 对个人的家庭来讲的话 刚刚这边也有讲 会去找一些社会上 省油的达人 省电的达人 用哪些方法能够减少 油电的使用 先是经济部长施言 想提早省油省电达人 总统跟着附和 说好的钢盔没带头上 面对民怨 总统似乎没在怕 理性来看的话 没有问题 这一般民众呢 也许他不一定能够了解 这些经济学上的一些考虑 只是觉得物价上涨了 他的荷包缩水 油电双掌没退路 行政院副院长将一化召开稳定物价小组会议 至今将近40次 承诺会透过查核检举稳定物价 他主要是受理 只要有违反公平交易法的各种行为 特别是联合哄台的行为 那么他就会来受理 并且进行处理 只是政府明明带头涨油电 又要生意人不准涨 逻辑似乎不通 造成涨价的原因就是马政府 所以这个是本末导致 导果为因 怎么抗涨 就是政府不要涨 这样才能抗涨 否则你玩抗涨的这个手法 只是在欺骗台湾人民 稳定物价本是政府责任 但搞不清楚问题原因 马政府只许州官涨油电 不许百姓涨价求生存 这民怨恐怕很难平息 三立新闻王冠杰黄教 SNG小组台北报导 而政府还有什么样的做法 来抑制物价呢 就要求期待卖场 要增加抗涨